武漢新冠病毒肺炎困擾全球 尤其是造成中國民眾大量感染及死亡 回溯這場危機 外界對中共認定病毒發源地 是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這一說法 提出了越來越多的質疑 大紀元調查組發布調查報告 對新冠病毒的來源進行深度挖掘 大紀元新冠病毒探員調查組 2月17號發布調查報告 新冠病毒神秘來源 首先對備受正義的所謂一元帝 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提出質疑 去年12月31號 武漢市衛健委首次發通報稱 近期多例肺炎病例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聯 今年1月1號 華南海鮮市場公告修飾 整治環境衛生 知名香港SARS專家管役質疑 犯罪現場都沒了 沒有證據 怎麼破案 1月22號 中共國家疾控中心主任稱 新冠病毒來源是武漢某海鮮市場 非法銷售的野生動物 26號 疾控中心病毒所稱 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檢出大量新冠病毒 至此 中共官方認定 華南海鮮市場就是一元帝 1月23號 武漢病毒所石正麗等人發文 聲稱從雲南馬蹄福身上發現新冠病毒 與武漢新冠病毒同源性達96.2% 因此 病毒源自蝙蝠的說法被大量宣傳 但同時 外界也很多質疑 最早接受武漢肺炎病患定點治療的武漢金音潭醫院 副院長黃朝琳等人 1月24號 刊發在世界頂級醫學雜誌《柳葉刀》的論文 對中共這一結論提出重大挑戰 論文透露 第一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 去年12月1號發病 且與華南海鮮市場無關聯 它與後續病人也未發現流行病關聯 2月10號 又有三例病例發病 其中兩例與華南海鮮市場無關聯 15號開始 由海鮮市場暴露時的病例集中出現 論文統計共41例病人 14例證實與海鮮市場無關聯 比例超過三分之一 並說 海鮮市場沒人賣蝙蝠 也未發現蝙蝠踪跡 1月29號 《柳葉刀》再發論文說 金銀潭醫院99例確診病例中 50例無海鮮市場接觸時 《新英格蘭》雜誌也有論文顯示 1月22號前確診的425個病例中 1月1號前發病者45%無海鮮市場接觸時 這些信息與中共口徑存在明顯差異 官方通報稱 第一例病人發病時間是12月8號 與海鮮市場有關聯 官方認定 華南海鮮市場就是一元地 卻未提首例病人及上述三分之一病例 沒有海鮮市場接觸時或暴露時 美國喬治頓大學傳染病學家魯西表示 如果《柳葉刀》論文數據準確 那麼 首名病例應在去年11月就已被感染 因為感染後到出現症狀有潛伏期 這意味著 在12月15號 集中出現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時的病例之前 病毒就已經悄悄傳播 魯西還指出 中國肯定已經意識到 這種流行病並非源自華南海鮮市場 《六月刀》第一篇論文的通訊作者之一曹斌 回覆美國科學內幕網站時也表示 華南海鮮市場不是新冠病毒的唯一發源地 不過 中共專家族的做法顯示 他們似乎在有意忽視這一重要信息 中共國家衛健委第一個專家族 早在去年12月31號就已經到達武漢 據《財新網》披露 他們到基因坦醫院調查後 規定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時 有發燒症狀和全基因組側域 三條標準同時達到 才能確診 直到鐘南山等第二批專家族 今年1月18號到武漢後 這個標準才修改 大紀元質疑 第一批專家族 應該瞭解《柳葉刀》論文中 41例病例的詳細情況 因為從1月10號到17號 武漢官方通報41例確診數字一直沒變 那為什麼專家族明知 至少三分之一的病例與海鮮市場無關聯 還要硬性規定 確診標準中必須有海鮮市場接觸時這一條呢 中共把這麼大一場疫情如此複雜 如此兇猛的病毒傳播 去千方百計的要去轉移人們的視線 要去歸罪於所謂的野生動物 在武漢的一個海鮮市場 那這種做法 其實現在應該已經沒有什麼效果了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表示 但是大量證據說明這次的新冠病毒 不是從野生動物身上傳播的 中共引導整個事件方向 恰恰說明它作賊心虛 而且背後肯定有外界很難想像的險惡目的